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你们的白如在我们手上 我知道 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军人 我相信 你是不会拿一个女人来作为筹码 我以一名军人的名义向你保证 我会尽我所能 不让白如受到伤害 我官义中也认为战争 不应该让女人转进来 好 共军的最高指挥官阁下 我是革命党兵随屠家地区特派专员侯电坤 现在我给你们最后的通牒 立刻退出我大锅窥营地防徐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在这里准备了大量的细菌毒气弹 等着你们的炮击 如果有胆量 请朝我们开炮 我们一定会与你们玉石俱焚 和这些细菌毒气弹在一起的 是你们小分队的年轻军医 白如 他青春的生命将葬送在 你们的鲁猛之中 请你们的最高长官 充分考虑我们的建议 即刻退出我们的防区 岂有此理 丧心病狂 这个侯电坤 你小看我可以 但是我绝不允许你小看 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东北民主联军 我马上要用事事给你一个教训 让你知道马王爷也有三只眼 天不思量 小白哥还在当过亏呢 司令 你要深重考虑啊 大战在极 千军一放 我绝不欺负 以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 这是痴疑妄想 司令啊 同志们 战争是什么 战争就意味着威胁 就要面临牺牲和磨难 为了人民的利益 我们要知难而尽 欲险向前 这才是人民军队的战士 这才配得上共产党员的称号 哪一个牺牲的战友没有亲人 老百姓能够流血牺牲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总共的计划不变 总共的计划不变 王团长 命令部队立即包围大锅盔 总共时间一到 轰平大锅盔 这 报告 老百姓 田副司令 我请求 给我们实践 中处小白哥再进行抛击 同志们 不能因为一个白如 而影响了整个战局啊 这样侯电坤 他会苟急跳墙 他也提前动手 会坏了大事啊 司令员 白如同志是我们小分队的重要成员 当初建立小分队的时候 是您推荐他入队的 而且 在出发的时候 您亲自闯过 小分队的队员 一个人都不能少 他是我们共患难的兄弟姐妹 所以 我们不可能不去救他 少殿堡同志 你是革命军人 要绝对地服从命令 战斗与大侠 带领小分队的战士 英勇杀敌 绝不可以冲动 司令员 我和我的战友们 都经受过生死的考验 所以 这一次我请命 亲自带队 在总宫发起之前 救出白如同志 司令员 我们一定会以最小的代价 救出小白哥 绝不影响主力部队 发起总宫 是啊 司令员 相信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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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你总共时间还有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以内 你们要打进去 找到人再救出来 谈何容易啊 我有办法 江青山告诉我们 他知道 有一条通往老巢的下水口 我们可以从那儿潜入大国盔 继续说 潜入大国盔之后 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先救出白如同志 然后 找到并控制住 敌人的毒气库 同时指挥我们的炮火 准确地攻打敌人的大国盔 死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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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组 是 同志们 你们必须记住 在今天晚上五点三十之前 不管营救白茹能否成功 都要安全地撤离大骨灰 是 同志们 到 准备出发 是 二零三 二零三 郎子 二零三 郎子 王团长 二零三 二零三 戴上这枚旗帜 莫团长 这是咱们老二团的起啊 二零三 你们深入地震 地形复杂 并要是把它收起来 咱们的炮弹 就长了眼睛了 这面棋子 跟咱们从山东打到东北 从山海关打到牡丹江 从来没有败过 我希望这一次 胜利 一旦属于我们 方队长 请你放心 只要小分队还有一个队员在 这面红旗 就会永远迎风飘扬 毛团长 请你放心 只要小分队还有一个队员在 只要小分队还有一个队员在 这面红旗 就会永远迎风飘扬 能吗 能 进行 所有的战士们 全力以赴 出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小姐 干什么呢 猫猫咯咯的 真是的 大小姐 能不能别跳了 怎么了 那个虎殿龟 可带着一队人往后山去了 上后山 他们上山干什么 能干啥呀 他啥呀 难道他们也看上了共居小白哥 他不得保自己的命啊 骂他 快 好事不能都站了 走 赶紧走 看着衣服 快快快 快 开门 走 走 这边 看着没有 都盯着这只母鸽子了 德林兄啊 活鸽子能救命 鸽子死了就没啥用了 你的意思是 那也赶紧的把谁架上围墙 快 跟我走 哪儿去啊 你别忘了 这是我的地盘 德林兄 你 你们把警察放在着 你给我放在右边 我他把火锅发输门 我把你放在下 你把我护得多了 你把我放在天下 我把我放在你的 我就放在我 我放在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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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方 你带这手的 来人给我干掉啊 我先下去看看 别让人抢了咱们的活 行 我明白了 站住 给我闪开 小黄敏的给我闪开 小黄敏的给我闪开 你们已经打过来了 你们现在已经是潜力气球了 对不对 我那么对不对 是 是 弄到你我 走 站住 二位够快的 徐夫人 仙道仙德 对不起了 谁让你来晚了 她是我的 给我留下 告 这个女共党是我们抓到手的 唯一的线索 我们要用它 向少女部讨价还价 要不咱们一起走 要不两万巨匠 谁他们也 别小虎 好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放下 放下 把枪放下 你 啊 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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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 demasiad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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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快 带走 好 后面跟上 涛哥 你赶快带领几名战士 侧应子隆同志 同时吸引敌人火力 我去救小白哥 分头行动 你们几个跟我走 你们两个 带我来 看见了吗 这是敌人非常重要的火力点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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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叔 走 站住 不许动 走 正三炮 蝴蝶米 你们两个要找活命的话 赶快把枪给我放下 你才想把枪放下 不然老地想放了他 你敢吗 你如果打死他 你们俩谁都别想活 不 在这儿谁都活不了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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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 都给我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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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快 准夕 准夕 没事吧 我去追他们 你们两个把白肉带下去 我发那泡壶马上就会攻上来 不行 不能炸 上面日本人留下的化学弹药库 不能炸 你只要去你的为什么 我知道 我带他们去 好 陈寨一 到 把红旗插上去 我方看的是老二团的旗 就不会打错了 保证完成任务 执行任务 是 道歇 别让我再找不到你 你 刘伟长 走 把大门给我炸干 是 把那边的炸药 化学毒气袋 细菌袋 全都给我换出来 推在这 侯众爷 您这是何用意啊 少欠破 让你的上司开炮吧 是要炸了七字封 整个随分殿阶会变成一个人间地狱 咱们来个鱼死亡破 上包子里面走 好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怎么了 老子被咬了一口 大小姐 别管我了 你先走吧 胡说什么呢 一起走 快 别废话 一起走 走 快 来 小鲤 小鲤 操二鲤 好 还不救人 你 那个 死死了 快 快 长官 你看 是攻击 给我打 什么事 哥 抓住他 是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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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冲去 是 走 把人冲去 往那边打 快去戴妖孤 就在玻璃铁铺下一百米 玻璃太猛 你根本过不去 该怎么办 来不及了 如果咱不把齐插上 我们的炮弹 落在敌人的化学代药库 但后果不堪射想 玻璃 掩护我 走给人打 金队仪 金队仪 刘亦 我在 撤给你了 你 玻璃 过来 玻璃 过来 玻璃 王团长 通知前线 准备抛击 司令 白如还没救出来呢 准时抛击 军令如山 谁可命令我不停 我才救你 我是天赋司令 所有人员各救各位 装弹 司令元 王团长令 司令元 再给他们十分钟好不好 要十分钟 王团长 插之毫里 十之千里 你懂不懂啊 我懂 我当然懂了 但你 司令元 我请求你 再多给他们一点点时间 别人不知道 我谁得清楚啊 白如不仅是你的女儿 她也是我的病 司令元 如果因为这十分钟出现任何问题 你逼了我 我不话可说 老王 我谢谢你 可是 我真的不能答应你啊 你 这是个人 不是 如果 你还凌ら到此 就是那些人 这些人 是一个人 我们都可以 这些人 是他的女儿 是什么 像是这个人 他 因为 有什么人 就是这个人 不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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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要干什么 我给你们开路 把旗插上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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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真一 陈真一 快 快 追 第二轮不见 快 天真一 小费队的同志们 来世 我们还作战友 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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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战友 不能让战友 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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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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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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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看见了吧 我 大队长 公子警察 调整炮位 打大了前院阵地 是 快 快 喂 司令人命令 调整炮位 打他的前院阵地 预备 放 快 快 咱们上 咱们撤了 能撤到哪儿去 咱们上 大势已去了 我们躲过这一劫 到时候重整人马在野宫军决一死战呢 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为什么还要守在这儿呢 怎么着 你看 能跑的大家都跑了 宫军来了 我们再跑可就来不及了 怎么 你也想跑 怎么着 我 怎么着 我还年轻 我还不想死啊 况且我家里还有妻儿老小 我不得扔去他们不管呢 怎么着 怎么着 咱们一块儿跑 您说过您累了 我们正好借此机会卸下归田 也比在这儿等死强了 怎么着 你起来吧 你起来吧 南儿膝下有黄金 更何况 你穿着党国的军装 好 来 我怎么着 保重 别走 你也算始终马一生 终了落一个逃兵的骂名 实在犹如党国的教诲 念你跟我这么多年的份上 我就不多说了 你自行了断吧 怎么了 你没逼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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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老二团 准备出击 同时 你要带着两个营 拿下他们的要塞攻势 另外一个营 进入大国会 增援小文队 要给我活作侯奸坤 保证完成任务 保证完成任务 站住 好事 来 赶紧 赶紧 你们默误 误会了 我是伙伏 是做饭的 别误会 侯前昆 你还想去组织年官暴动吗 打扮成这样 您可真是够用心良苦的呀 如果说再把这眼镜去了 那就完美了 这位跟我讲话的是 武丹江军分区剿匪特战小分队指挥员 少剑波 真没想到啊 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的203少剑波 不过原来是个矛头小伙子 厉害 厉害 不过 别高兴得太早了 这马上就要成为人间地狱 咱们重归与尽吧 古话说得好 知己知彼百战不待 你说的就是生化武器的弹药库吧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们东北民主联军 已经把他牢牢地控制住了 并且将他们永久地封存 你居然用侵略者的生化武器 来残害我们自己的同胞 你真是让国人不齿 让后人唾弃 侯定坤 你和你的主子 末日已经到了 有国关注 主席 公埃 公毛 Slav 新郎 建 unserer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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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不要放走任何一个敌人 是 小乘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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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鸽 阿尔丽丝 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查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些已经没用了 我家有老母 远在山东 我已无眼再见山东父老 少参谋长 我有一事相求 请讲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既然我已无力报国 只能将这身臭皮囊 拜托诸位 还给家乡老母 你我都是军人 深知三军可以夺其帅 匹夫不可夺其治 但是我活着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官残部长 何必呢 生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胸 至今思向羽 不肯过江东 官叔 拜托了